我挺看好匯豐的 其實我有好創在手 是看好外圍 即是是英美加息 還是什麼情況 為什麼你會特別看好這隻銀行股呢 我想加息 因為其實出了業績之後 其實它有一大棍 8月1日出了業績之後 是比市場預期為好 其實我一向都不太喜歡匯豐的 一直都說它沒有性格 跟炒而已 但是出完份業績 我又有少少另眼相看 就是說 它那個topline的收入做得不錯 真的受惠到加息的一個 即是息口的上升 令到業績制做得好 而且它的成本控制也做得不錯 所以變成了令到它的bottom line 都叫做盛餘期 還有它第二件事 它的派息的能見度是高了 在說pay ratio余五成 而且也在考慮那個叫做牌季度息 排回季度息 變成了這件事 都會令到買了的朋友 會坐得更安心 因為你買得匯控的 你打算收息 現在告訴你 有機會排回季度息 而pay ratio余五成 會買得更安心 還有會不會有些錢 都因為這樣而又會買回它 我想這也是一個挺好的優勢 還有你看圖也能見到 如果你說以往的五號仔 抽了相片之後 轉頭又炸回來了 不是的 它最近高位浪得挺好的 還有再回到前一點 就是最近的加息預期 即是0.75L又升溫了 原本是30%多 現在去到七成了 是 變成如果加息周期 都仍在向上 而且幅度仍在這麼高的時候 我覺得五號仔 其實都挺有空間 會再衝上去 所以我就為什麼會 即是你 你看短炒的話 其實天是地的你 任何都齊了 那就看看那一刻 能否破到 好 又是我剛剛才聽到你的建議 對 之前就看不到你的好建議 現在要不需要等 譬如回到十天線才買呢 還是怎樣 操作上 如果你說現在做操作的話 會不會十天前日多少錢 現在五十一個月 五十一個月 你可以先排住 如果是大雨 我覺得可以分兩住 你可以現在先買半住 你五十一個月 五十一個月 你可以照排 因為始終如果這些強勢股 即現在形容為回控 是強勢股 它不會讓你回去買的 是 你見到幾下 一堆來又抽回來 一堆來又抽回來 就是那些錢在買中 是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先買了半住 那一住就照排 如果就算不中 抽回去你也有半住在手 是 好 見你這麼有興趣的經驗回控 我們推遠一點 你覺得分拆亞洲區業務 成不成事 我又覺得 他自己也覺得 還有對你的投資有沒有影響 即是他分不分拆 或者會不會分拆 你問我就寧願不分拆 是 分什麼東西分拆 即是你現在很賺錢 這些公司 你只是靠亞洲業務 如果你分拆了之後 那你其他的那些 是不是很厲害 我看不出來是很厲害 沒有公司 就是繼續收 亞洲區業務的錢 來去維持它的增長 那變成你五號仔 就廢了 反而你只剩下分拆出來的那個 那我就覺得 還有沒有這樣的 對 那有沒有這樣的必要 那你沒有必要的 即你說不是的 我全世界都是賺到炳彈的 然後我分拆亞洲 那你就可以釋放到價值 否則我又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 那 你也不贊成的 當然有些說法就是 哎呀 釋放價值 一來釋放價值 二來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總部當然像在香港 就是類似這樣的說法 就是那些 那我又覺得 你不用想到那麼遠的 你純粹從炒作角度 我又 我想不到那個 即我認同公司管理層所說 你分拆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還有你很多花費的 做些分拆性 你留點錢 派息更好 又不是 都這麼多年了 其實我不太認同 不過近這一年 IPO市道都不見得很好 這個分拆又未必是一個很好的時機